嗨,朋友大家好,我是青鸟 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的神仙录影地 太好了,这个地方 我昨天晚上到的时候呢,就忙着改床 所以都没有仔细去看看这个录影地 它这里旁边有一个小村子 哎呀,就是歹足特色的一个小村子 特别的漂亮 嗯,嗯,嗯,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脚脚落落都是生机伯伯 这个建筑就是他们债子的债鑫 每年他们都会有村子里比较低高权重的老人 带领着他们来祭祀 这个摘星在他们的文化里是很神圣的 这一座的话就是村子里面的示范户 保留了以前歹式建筑风格的原本的样子 全部都是牧师结构吧 这个瓦片不知道是什么 非常漂亮 而且特别的完整 菠萝蜜 大芒果 随手可摘 出了这个小村子之后就是大片的果园 有芒果树 菠萝蜜树 火龙果 还有什么 橘子还是橙子 还有木瓜树 哇好丰富啊 还有这个小村子 有一点 不接着 同样子 也是 有个是 莎立 团子 桑 是 那个就是颜色上的区别 但是这个花好像 我感觉比昙花还要好看那种感觉 好大一朵 哇好像见到了童话世界一样 它这里晚上的时候还要给它补光照明 让它有足够的光快速成长 哇真好看 哎呀太阳太大了 因为这里的光照好 所以这里的火龙果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吃 蜜蜂都来采蜜了 虽然很不舍得这里 但是我也要走了呢 确实很不舍得 这里真的是我 目前为止的旅程当中 来过的最美的一个村落了 太美了 根本舍不得离开 羊狼好去处呀 走了走了 去西山版纳住店去 好久都没有住店了 景洪那里停车确实不大方便 庞车 庞车反正就是 那个一点 所以我准备第一天到的话 先去住个店吧 西山版纳我已经去过了一次了 这一次去的话 就是拍拍风景 去观光它那个夜市去 差不多就撤了 听说西山版纳有很多这种小村寨 都特别漂亮 eee 我们下来的一天 这一天 就是这个女生 是 tiene 我来的 我来的 我们下来的